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俩只能评出一位优雅的 预备 开始 我们小王说了 王导你认输吗 我没事吧 王导 没事吧 对不起 我也来掺一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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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出来 到想要说的话 唱出来 到说不出口的话 唱出来 到藏在心里的话 唱出来 给爱要发生长 唱出来 到想要说的话 唱出来 到说不出口的话 唱出来 到藏在心里的话 爱要大声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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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欢迎大家 谢谢我们的幸福舞团 谢谢我们的幸福乐队 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向幸福出发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彤 我是幸福观察员王维建 大家好吗 现在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 在委托人们各自不同的故事当中 向着幸福会来的方向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欢迎继续收看向幸福出发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欢迎下一位委托人上场 大家好 我是来自旅事的王小 今年四十五岁 是一名外来无辜人员 今天来到央视 心情非常的激动 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能够想在这里实现一下 那你往这站 老王是吧 也姓王 王小 王小 今天是来想实现个什么心愿 对 因为我特爱唱歌 想唱歌 对 在我们这唱歌呢 不是说你想唱就能唱 首先你得能唱 其次你得会唱 关键你得唱得好 最关键的是 你没有其他的才艺 直接唱歌 这是不允许的 是吗 是的 王老师 我知道我这也不会赏 但是我特别关注你 关注我了 你爱健身 对 而且健身健的呢 小有成就吧 但是王老师 你绝对不知道我 我这也有个健身方式 无论我是唱歌的气息 包括我的体力 还有我的肺活量 全是从我的工作当中 练就出来了 你工作中练出来的肺活量 对 你是哪儿的工作的 就能有了肺活量 猜呢 是不是这样 通过你的一些健身动作 能够体现出你的职业特点来 是不是 对 上道具 来 要你妈还上道具呢 我的妈 王老师来 我给你戴上手套 啥意思呢这是 是 保护一下安全 保护一下安全 他是要保护一下我的手 嗯 你看 我今天呢 想抄了一下 来 没有一两年呢 一般都不会真的 你等一下 这就包扎上了 我看出来了 要么你是医院搞包扎的 要么你是所早的 猜得差不多 我先操练一把 行不行啊 王老师 好 我直奔你的胸肌 你是要擦呀 方法一 你真是搓澡的 对了 我真是搓澡的 不是你搓澡哪儿练出来的肺活量啊 经常给客人呢搓澡啊 一般就搓澡的时候 他都用力气啊 啊 包括我的高画头肌 就这么练出来的 就这么练出来的 那你给我这是啥意思呢 我给你这 我教你呢 我们的方式方法 我这块有的不知道 啊 实当的下 我再给你喷点盐 喷点醋 你看王老师这个手法怎么样 哎呀 很长时间没搓了吧 这回 行了 我明白了 你不就想唱首歌吗 你唱吧 绕这道大圈 绕这么大一圈 你就想唱个歌 你这家把我衣服再给搓起皮来 没有 咱唱一首什么 唱一首 韩雷老师的《等待》 到底 等待 永久的等待 是这个吧 不是 不是 等待待等待等待 不是 也不是 不是不是 哪一首等待 我为什么 还在等待 有请 我为什么 还在等待 我不知道 为何仍这样值 日期 明知辉煌 我 过后 是黯淡 仍期待 着 把一切 从头来 爱 爱 过 我们 我们 曾经 曾经拥有 我的爱 将不想听多 每个梦 每个梦里 都有你的梦 统统期待 一个永恒的春天 穿 穿 穿 天 做了一个 这么会唱歌的你呢 因为 澡堂里 回响特别好 尤其早晨的话 一放热水和凉水 一放马子的时候 那里边 那回响老好了 也就是说生的演员 最好是都去澡堂子去练 也许 也许是吧 而且我们这些工友 也特别喜欢我唱歌 那时候 一来二去 就成了一个 会唱歌的搓澡工 对 我想知道 你这一路走来 今天你带的是 委托人的牌子 猛不丁地说 你想谢谢谁 除了你今天要谢的人 你会想谢谁呢 本身的话 也是来自农村的 是一名务工人员 非常地不容易 尤其我们来到城里 打工的时候 所以这些年 都是岳父家 因为我们出来的时候 孩子扔老家了 岳父家帮我照顾孩子 最近十年 我爱人也跟我公 一起来打工 爱人挺不容易的 爱人挺不容易 孩子也不容易 特别想感谢他们 我还以为 你要谢谢你岳父呢 结果你绕着绕 又绕你爱人了 也感谢我岳父岳母 他们全家 关键是 我就想知道 戳澡工固然我认为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职业 但是 按照我对你的这个理解 当时就一定得选择 搓澡这个工作吗 这个行业啊 就是挣钱特别快 为啥需要挣钱快呢 出啥事了呢 当时在老家的时候 养猪赔钱了 然后拉了一些鸡 在一个小孩一生的时候 压力特别大 每年呢 过年的时候 就欠债的人 都上我们家有钱的 那个资源特别难受 躲债也是一方面吧 然后后来惊人介绍 我说 他说王小雅美商大连旅顺吧 他说给你介绍一个 搓澡工你干不干 我说行 只要来钱块就行 我当时不会 学了二来天 然后就学会了 一台一开支特别好 累是累的 但是每天到开支的时候 今天都非常高兴 能透露个商业秘密 你们那搓澡是按天接 还是按月接 按人 按人接 按人头啊 按人头 马上就给吗 当天晚上到吧台就对上 怪不得呢 那我就想知道 您从那会儿 一直搓到现在吗 现在不搓了 现在我管搓澡的了 现在是这家 体育中心的总经理 按照 你是用什么手 还不对 你是用了什么 也不对 反正总而言之 你是怎么就当上总经理呢 他就是觉得我的人 挺实在的 2006年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帮着我一把 在医院住院 住一个来月的时候 没有医疗费的时候 我给我们老板打电话 当时我给他手下台工作了 六年 给我打了一把五千块钱 二话没说 打条了吗 没有 还了吗 钱打过的时候 父亲已经不行了 没花 到时候又给他了 就元素给还回去 给还回去 他不要 那这个事是不是一下就 让你萌发了一个念头 一辈子我就跟着他干 一辈子跟他干 一辈子跟他干 因为也有很多地方找我 我一点没有那个想法 就我找你也不行 你找我测澡行 我给你测澡 再加点盐 美白 不就是个盐 宝金也赠送全免 全免 听见了吧 我这一趟聊下来 就赚了一个澡金 但是我真的是挺感动的 其实他选择一个更大的地方 赚更多的钱的这种机会 我相信走到今天非常容易 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 就是这份仗义 会让你越来越好 谢谢 懂得感恩的人 是 今天你是来谢谢你太太的吧 对 现在我谢谢我的爱人 爱人来了 来了 家里边是你说了算 你爱人说了算 那个大事都他说说了 没啥大事 请你爱人吧 来 有请王小的爱人上场 我媳妇好看 媳妇长得好看 最好看 你这个丈夫就长得张好嘴巴 说说吧 为什么要谢谢你太太 我们到旅顺工作的时候 我媳妇那回家是在吧台干收银的 那段时间的话特别苦 我们住的都是二十来平的小屋租的 舍不得花钱 都心得多攒一些钱 然后换计划 尤其每年封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讲 因为那干错岛的时候 我们过年是最忙的时候 那手和脚都烂了 我们每次都是在食堂吃饭 中午和晚上的话 如果吃完剩下的多打点 那个食堂阿姨挺好 就给我们打的馒头 我爱人就把那个馒头 放在那个塑料袋里 然后搁被窝里霧 我们给电竹打开 而且的话 拿电竹子热馒头 对 热完之后回来之后 我们蘸的辣酱 帮春桃辣酱吃 而且我老上人家 条件特别好 比我们家条件好 感谢我老上人家 人家条件能好 长得漂亮 怎么就嫁给你了呢 追呗 怎么追上的呢 我追了三年呢 脑不容易了 在哪发现目标的 对 当时我老家在隋化 我上趟那个 新龙镇去 整个酒店唱歌 我也让是官局的 他也在那唱班 他上我们酒店 擦赞助证去了 穿招装 踢那小短头 然后那我一看 一掌真漂亮 嫁给我当媳妇多好 对 这小了 他们那个租那个地儿啊 正好在我酒店那房旁边 这我们俩是去过去 老得给他买 就那个年代的冰淇淋 割少碗的 那个冰淇淋 给他买 他也不搭理我那我娘 后来这啥人呢 我就买给我们酒店的手绢 给他 签上我名 那时候就他们 被他家知道了 就说那个 知晓能行吗 在酒店唱歌 能养一家人吗 得嗖嗖的那我娘 咋的贼嗑的那时候 现在的 现在比以前帅点了 他全家就告诉他 别介意他 这不行啊 但是我承认 我媳妇对我只是有意思 我通过朋友打听啊 我还是有点人派的 咋的 他说你老丈母娘 是开小吃户的 你没啥事啊 扇老丈母娘小吃户 去澎澎厂 我就没啥事 扇老丈母娘小吃户 哪吵了啊 点菜 打一顿点 物业日子的老丈母娘 直到有这么个人 王晓儿啊 谁参加姑娘 变你的姑娘 但是我老丈母娘 心特别好 就即使不同意 也要那个 告诉我媳妇说 那个孩子在外边 挺不容易的 逢年过节啊 领上他过节的 去买了一条烟 大庆的 哎呀嘛 喝了一桌没有 他给了五十块钱 哪敢喝酒啊 我爷张关局的 我一看他爷张害怕 那天都没吃饱 后来我直到 我还有个小舅子 我就打入内部 请我小舅子打游戏 给他买游戏币 我能是敞了 都会消费东西 我也能会说点 但是我真觉得 是不是这爱人 嫁给你之后 就还得跟着你到处跑 日子过得也是挺紧吧 是吧 而且关键是 家里的孩子 还不能够在身边 那时候我家孩子 两生 男孩女孩啊 是个小公主 因为我们是赶半夜车 去大连旅顺 过二十二 当天晚上 我就穿着大衣 军大衣 上那个车站 就要出发了 那时候的心老酸了 我们家孩子 只要在那天哭 我们只能是走不了 不仅我走下来没哭 就是我媳妇走下 才也没哭 就像老天照护似的 该着让我们出去挣钱 还击击击击 现在你俩的日子 有自己的房了没有 有自己房了 比以前日子好了 就这么一份 很辛苦的工作 就让他踏踏实实的 做到了总经理的位置上 所以任何一份工作 只要你去努力 只要你去付出 应该付出的那份真诚 收获就一定是 今天这个样子 现在他赚了的钱 他给你往家交吗 交 开支特度开 我都看不着钱 我们家公司那些领导 说我想说 咋看不着你开支去 我说我有那个助理 死我安慰 真的就是在一个 平凡的岗位上 把就这件简单的事情 给他做好 是 就能够获得 你意想不到的回报 就是我们追求 幸福的真谛之一 是不是 是 那后来女儿多大 回到你们身边了 那年几岁 九岁 九岁 一家人团聚了 但是那时候的话 也不行 我老丈母娘都过来了 帮我送回家 帮着 那么大岁数 跟老丈母娘都分开了 新老单瘦了 那今天女儿来了 好 来咱把女儿也请上来好吗 来 有请女儿上场 这么大姑娘 还没有 你确定这是 你的女儿吗 我俩多像啊 长得 这么大了 这爸爸妈妈也太年轻了 你爸在家 就是每天在你妈身边 说这么多肉麻的话吗 对 你能受得了她这个麻劲吗 我已经麻木了 你爸爸 如果非得让你脱口而出 三个优点 哪三个优点 帅气 勇敢 勇敢 聪明 聪明 说三个缺点脱口而出 太帅气 瘦不鸟了 她们是典型的那种 幸福就是奋斗出来的 经过努力 你说现在 总经理也当上了 祝福你们一家人 现在你女儿和你老婆 就坐在你身边 咱也甭客气了 表达一下吧 我会用我的余生 会照顾好二位美女 一定照顾好 好 余生是啥东西 我下半辈了 我也是给谈一下刚学的 这点那个时尚词语 拥抱一下 继续一下 美滋滋的 美滋滋的 这就是我主张的 恋爱千万不要先问有什么 关键 看你将来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如果人家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 凭什么到人家家的时候 不训你两句 叨叨你两句 甚至还甩你一步地 这样的感情能随便分开吗 她敢随便分开吗 这就叫什么 叫白手起家 是吧 二十年 摸爬滚打 是 小姑娘从两岁 已经变成二十岁的 亭亭绿绿的大姑娘了 一定是很理解 爸妈在外面的这番打拼 是不是 是 所以接下来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好 我们又会给大家唱首什么歌呢 时间都去哪儿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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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毒骨的小醉一把 一生把愛交給他 只為那一生爸爸 時間都去哪兒了 還沒好好感受年輕就好了 生而難以滿輩子 滿腦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時間都去哪兒了 還沒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船裡永遠滿輩子 轉眼間只剩下 滿臉的手 萬人來 愛要大聲唱出來 向幸福出發 歡迎繼續收看 向幸福出發 此時此刻我們的訪談區 迎來了一對夫妻掌聲 歡迎你們 大家好 我來自安徽淮南 我今年48歲 我叫李傳琴 這位是我的老公 謝謝 我聽成李傳琦了 也挺好 一定有傳奇的故事 您叫什麼 謝謝 我叫周寶金 我來自黑龍江饒河縣 縣居住在安徽省淮南 這位先生是東北人 太太是安徽人 現在先生說了定居在安徽 對 看出來這個 這就是上門女婿嘛 而且我聽說呢 這個先生為了追隨妻子的腳步 把自己在老家的 什麼事業啊 車啊房啊 全都就這個安排好了 然後就毅然決然的 就來到安徽了 是的 也就是說 你原來生活的地方的條件 還不錯 還可以 我在那邊有自己的事業 因為這個緣分嘛 在網絡上認識之後 我就是經過了解嘛 我感覺心中 她是我的幸福 所以說我就決定了 最後 啥也不要了 其實我還比我老公大四歲 我在一個論壇上 我比較喜歡寫東西 就是寫寫隨筆啊 人生感悟啊 就是那種感覺 結果你把它給感悟了 對 她喜歡看 看了就跟我聯繫 聯繫呢我覺得 她好像後來有這個意思 我也覺得 你又比我小 而且呢 你又這麼遠 你說我在安徽 你在黑龍江 不現實 最關鍵是 要到你這兒就等於 意味著放棄 對 從頭 從頭再來 對 麻煩 我想跳躍著問一下 這個從頭再來 來到什麼程度了 事業我現在 在網絡上 做一點事業 對 也就是說 從大事情 做成小事情了 雖然事做的小了 大 但是愛情弄大了 對 我們有自己的孩子了 組成一個 和諧幸福的家庭 那你當時的這個決定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有沒有反對啊 我當初來的時候 我的父母 我的兄弟姐妹 都反對 但是那個時候 我感覺我已經 有能力來決定自己 以後要走的路 我就毅然居然 我就上淮南找到她了 來之前啊 我婆婆 就我那時候未來的婆婆 含著眼淚跟她說 萬一那女方 要是騙子可怎麼辦 其實這個父母的心 我完全能夠理解 有一個細節 就是她來的時候吧 就是早晨是四五點鐘吧 到了那個淮南車站 我們都講好的 我去接她 我準備出門 因為我這開的電動輪椅 我把手機給拉下了 就放在那個鞋柜上 我就走了 走到半道才想起來 但這個時間已經很長了 就是說你去晚了 想晚了 我打電話打不通 確定就是騙子 我的心裡 就巴凉巴凉的感覺 當時是不是有點 不聽老人言的那種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我心裡有種感覺 我去見一個網友 我到了他所在的城市 居然失聯了 打不通他的電話 所以我想知道 您是在他沒有手機的情況之下 找到他的嗎 然後我就突然看到對面 一個輪椅過來 因為我見過 網上見過他的照片 很熟悉 然後 過不上滿院了 他覺得 行了聯繫上了 見到活人了 互相有微笑 那個時候 你沒說 你為什麼不接手機啊 我剛一見面 不好意思發火啊 不好意思發火 看得出來你們很幸福 我就想知道 您這腿是什麼情況 因為我是後天的 就是我小時候是比較健康 比較活潑 就是一歲左右吧 就會走路了 然後一歲半的時候呢 就得了這個脊髓灰治炎 就是俗稱小癌麻痺症 當時醫療條件也有限 診斷不出來 就是那個在醫院裡哭嘛 兩個腿一開始是蹬的 不停地蹬 過了兩天 只有一條腿在蹬 再過一天就沒有辦法了 等到我的腿不行了 才確診 但是已經晚了 造成這個終身的殘疾 就覺得特別遺憾 這個很多小癌麻痺症的患者 或者說這個殘障朋友 是可以駕著拐走路的 您這個不行啊 就是命運吧 我就是其中最最重的 就是別人治療呀 或什麼斷裂呀有起笑 我就根本就沒有起笑 你得那麼想 如果你要不是坐在輪椅上 你可能也寫不出 那麼好的文章 謝謝 如果沒有寫出 那麼好的文章 我也不能夠看到 這話接得還挺緊 對對 短短的聊天就能夠感受到 我們這位先生 就這種幸福感啊 易於言表 就迫不及待的 想要表達 對妻子的這種 哎呀欣賞啊 啥都不要都行 關鍵是 人家不是就是說 小年輕 說一時衝動 應該說是四十多歲了 這把愛精之火燃起來之後 就 咱咱這燒了多少年了 我們認識是一年以後吧 往認識以後吧 其實也不怎麼聊 當我發現他有這個意思的時候 我就覺得 可能人家是一時衝動 太遠了 我覺得不現實 我這個人吧 凡事不敢往好處去想 一開始我們剛聊的時候 我感覺我話挺多的 跟他說一些好聽的話 可是我們結婚之後 我感覺他話比我話多 再往前推 他一定有過那種 讓自己過不去的日子 但是今天的你們 看得出來 你沒有受到輪椅的影響 你沒有受到年齡的影響 這樣的一份幸福就 居然成立了 而且我和管老師 真的是見證了很多 坐在輪椅上的女士 比可以行走的男士 往往大出十歲八歲的還有 姐弟戀 在輪椅上的愛情 我見到的是大部分 而不是少部分 這很奇怪 在我來安徽寬天之前 我知道他是搞輔導班的 我在想 一個坐輪椅的一個人 能夠去輔導 那麼多小孩 而且自食其力 真的不容易 對 就是我七歲的時候 鄰居的小朋友 都去報名上學了 我媽也帶著我去報名上學 那個校長 要求我在那個 眾目睽睽之下 那個時候還沒有輪椅 她說 你要是能走到那個 衛生間去 很遠的路 我就收你 當時呢 就是好多小朋友 還有家長 就是我沒有辦法 我媽媽就把我放在地上說 你就試一試吧 萬一你要是能走到 衛生間 就是就能收你了呀 當時我覺得 特別的屈辱 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對待我呢 我就蹲在地上 就是因為腿嘛 也沒有力氣 小胳膊也很細 然後我就 手拿著兩隻腳 就往前挪 但是真的挪得非常的艱難 我媽就在旁邊哭 我就一邊挪一邊哭 覺得特別的傷心 特別的就是一種屈辱吧 結果我還是沒有走到那個衛生間去 就校長還是沒有收我 但是我遇到了我生命中的一位貴人 就是學校中的一位女老師 她就看到我這種情形吧 她也是一位母親 就覺得特別同情我 她就說這樣吧 我收下你 你把書領回去 我就抽時間到你家 輔導你功課 你一樣也能學習 就是這位老師 就像天使一般的出現 就改變了我的命運 我特別感謝這位老師 這位老師 您跟他一直有聯繫嗎 是的 這位老師他教了我兩年 都是義務的 免費的 那我知道了 今天您是來謝謝這位老師的嗎 是的 謝謝我老師 謝謝我的老公 老師來了嗎 我的老師也來到了現場 老師怎麼稱呼呢 姓詠王 王老師 好 我們歡迎王老師上場 我的老師是這個欄目的忠實觀眾 特別喜歡二位主持人 王老師好 老師啊 我就想知道 當年你看見她的時候 是不是一下就心疼這孩子了 是的 特別心疼 當時我自己也掉內 當時你決定給她上課 你有沒有想過 您就等於是把下班的時間 都給她了 我想到了 想到了 嗯 你就沒想到 要去她家的話 多少收點那個待課費啊 那沒想到這些東西 就沒有想到 沒想沒想 哎呀 老師啊 這個學生怎麼樣 這個學生特別的好 特別好 我為這個學生呢 感到感到高興 感到高興 感到高興 您教她以後 她成長以後呢 她自然就可以上學去了 對了 你聽說她 到了那個 新的學校上學的時候 你很高興吧 高興 那高興 有沒有讓她 聽你吃個飯呢 聽我 要緊張來看我 緊張來看你 我腳那個時候 我才三十多歲 我現在呢 七十八歲了 四十年了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就被你鼓掌了 看她 你都七十八歲了 我現在七十八歲了 一點不像 很年輕 這個聽說她有一個疼她的丈夫 走路還很方便 還比她小幾歲 你當時有沒有擔心說 這個男孩子是不是有問題啊 你有沒有想這個問題 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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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給她說 你可小心上當受騙的 你說了沒有 我叫你要慎重 必須要了解清楚 是 沒想到一慎重 成功了 就成功了 你覺得她這個 現在這個丈夫 人怎麼樣 人很好 善良 善良 人之高尚 你就直接說她是 汪威念一樣的人不就行了嗎 好 對 老师真可愛 慈祥的像媽媽一樣 對 我真的覺得是因為王老師 當年的這兩年 在家裡面的這種 給你上課輔導 對 才鑄就了我們今天李老師 是吧 謝謝 就長大之後我就成了你嗎 是不是 是是是 我在同年 老師溫暖了我 我就有這個責任義務 去溫暖別的孩子 後來呢 就我覺得 是不是冥冥之中注定啊 大概八九年前 我在一個農村 辦了一個教學點 然後我到那裡去招生 頭一節課嘛 我們就免費試聽 來了好多孩子嘛 然後呢 有一個孩子 我覺得挺好的 下個週我去上課 她不來了 我就問別的小朋友 我說那個女孩挺好 怎麼不來了呀 別的同學就跟我說 說李老師 這個孩子母親是聋雅人 他的父親呢 就是有聽力障礙 需要戴那個耳鍋 就是覺得 可能上輔導班 要交費用 家裡負擔 對 對 對 就不來了 我當時一聽吧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去幫助他 下課了 我就讓別的孩子 給我帶路 我就開著這個輪椅 我就到他家去了 我也沒法交流 我也不會手語 我就跟他爸 辦筆劃 辦講 我就說 你放心 你把這孩子交給我 我一定好好輔導他 而且我絕不收你 一分錢的學費 我想把他給培養出來 我想讓他 將來去改變 整個家庭的命運 孩子就交給我了 那個時候 他才四年級 我就覺得這個愛的傳遞 這特別重要 從那天起吧 我對這個孩子 就像當年王樂老師 對我一樣 就是發自內心地說 特別地用心去輔導他 然後孩子也比較爭氣 考上了一個好的中學 然後又考了一個好的高中 最後他抱的是那個 我們安徽的奔波醫學院 還挺好的 我老公就騎著那個 電動三輪車帶著我 買上好吃的 買衣服 就是給他送去 或者是把他叫出來 吃個飯呀啥的 其實他就是一種影響 就是一種傳承 對 今天說實在的 殘障朋友的這個好日子 就算是來了 對 無論是設施 還是這個人文關懷 我們也在不斷地完善 我相信您帶的那個大學生 將來也一定是個好孩子 是 一定對社會是有用的 有貢獻的 所以說今天此時此刻 你的先生在你的背後 你的恩師在你的左邊 你打算先謝謝誰呢 那我肯定要先謝謝我的老師了 那個 你同意嗎 我同意 因為他有先有的先思啊 後有的我呀 對吧 先有的你也得先謝謝老師 對不對 這還什麼先有後有 你說是不是傻呀 對不對 哎呀我的天哪 來王老師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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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和你假的幸福 萬事如一 謝謝 謝謝謝謝 王老師啊 這個花我先替你抱著吧 好 我先替你抱著的原因 是因為好久好久沒有抱 這麼大的一束玫瑰了 穩了穩了 我很有經驗 經常買 送出去就沒音了 送出去就沒音了 我想跟王老師說 其實王老師說心裡話 咱倆 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 咱倆是師生關係 也是母女關係 如果當年沒有你能幫助 我不知道我今天會是什麼樣子 有了您的出現 才有我今天的幸福 所以我特別感謝您 自己的努力 我們看的 謝謝老師 以後我會很幸福的 我們擁抱一下 可你先生是不是也該說幾句了 行 其實老公說心裡話 咱倆兩口子過日子 我也平時也沒怎麼說過感謝你的話 但是不說並不表示沒有 我特別想說 人生就是一場單程的旅行 感謝有你陪我去看風景 我相信我們以後的路 還會很幸福 謝謝 老婆應該說我感謝你 雖然說你是一個行動不方便的人 但是在很多方面 你非常的包容我 我也感覺很虧欠 聽到 我感覺我做的也不好 真的 就是因為你的包容我 才使我們這個家庭非常完美 其實我老公對我真的非常好 你還記得有一次 你帶我去成都去旅遊 那天呢 就是因為我可能是吃壞肚子 拉肚子 不停地上衛生間 然後那個車廂人很多 然後你就背著我 來回不知好多趟 也許你可能不覺得什麼 但是我一直非常感謝你 真的非常感謝 這都是應該的 我談不上感謝 望著這對夫妻 我一直特別感動的是 我們白髮 逐漸爬滿頭的王老師 我在想 如果不是當年王老師這種 一無反顧的愛的浇灌 可能那個腿腳不便的小姑娘 就不一定成長為如今 輪椅上這個健壇 堅強又很優秀的李老師 那沒有這樣優秀的李老師 也就不可能給周先生 這樣一個溫暖幸福的家 對不對 所以說老師這兩個字 本來就是一個神聖的字眼 所以此時此刻 王老師我有一個請求 能不能代表廣大的 得到過你們老師幫助的孩子們 給您一個擁抱呢 謝謝謝謝 像幸福楚花我採念她 我講這個王老師真是 能聞能舞 唱會跳 多才多意 多才多意 我太受感動了 編導把這段話揭六遍 反覆播出 那在這裡 讓我們用祝福的掌聲 送給王老師 祝您健康長壽 謝謝謝謝 像幸福出發 愛要大聲唱出來 接下來就到了 我們要用歌聲抒發 心中情感的時刻了 我想問問李老師 在這個環節 您準備唱一首什麼歌 來表達心聲呢 我準備唱一首 《陽光總在風雨後》 送給我親愛的老師 好的 我們一起來欣賞 這首優美的歌曲 《陽光總在風雨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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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大家看到了吗 此时此刻我们的访谈区 迎来了三位年轻人 他们有着统一的装束 看来是来自同一个单位 对不对 跟大家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来自哪里 大家好 女士优先 大家好 我叫王磊 我们是来自青岛市北区 春雨参加人辅助性 就业中心的员工 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 我叫狗鹏 来自春雨 好 这个男生 大家好 我叫董文祥 来自青岛 春雨参加人辅助中心的 一名员工 三位是同事 对不对 对 介绍一下 大家在这个辅助就业中心 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穿绳 折纸袋 胡纸盒 你们三个人 谁胡的纸盒最好啊 请举手 你们三个人 谁觉得对方长得漂亮 请指一下对方 你们两个人 谁最喜欢中间的这个小妹妹 请指一下 她喜欢小妹妹啊 他们俩是两口子 她们俩是两口子 对 你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我在一个工作单位一块上班 她们俩要不是两口子的话 你觉得这个小妹妹长得漂亮不漂亮 漂亮 你要找对象长成她这样行不行 行 有对象了没有 没有 爸爸妈妈有没有催你找对象的事 催过 你想找个啥样的 我想找个开朗优雅的 开朗优雅的姑娘 优雅 你觉得这位女士和这位女士比起来 她们俩谁更优雅一点呢 都优雅 她们俩只能评出一位优雅的 预备 开始 这是你媳妇啊 是 你们俩多会儿结婚的 2007以后吧 她平时在家有没有批评你啊 没有 你们家谁说了算 媳妇说了算 她们两个人谁说了算 我也不知道 这位太太 你们家谁说了算 我 你们家平时干活擦地是谁干 媳妇大小卫生多 媳妇大小卫生多 做饭谁多 媳妇 洗衣服谁洗得多 我洗得多 吃饭谁吃得多 我吃得多 吃饱饭谁洗碗洗得多 我洗得多 谁爱批评最多 我 我还问不出来了呢 我看着这王磊上场 这拿了一个袋子 那里边装的是什么呀 对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蛋糕 请大家品尝一下 你还会做蛋糕呢 这个也是在你们的工作单位 学习的技术吗 对 你看王老师多不客气 上来就给 就原来拿过去了 还有那个条书 你看这还有一 本来是一人一合的 都好吃 都好吃 喂 诶 尝起来 你们根本不了解 我们这个电视节目组的情况 每次我们一共发 四盒这个盒饭 一人两盒 我吃一盒 他吃三盒 看我干啥 你不信呢 我又都不信 她丈夫 你信不信 又得也不信吧 你看看 信不信 不信 行吧 那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一会儿就让那个老师上来 就说说你的这个 在单位的糗事 你信不信 信不信 是想谢谢哪个老师的 我们想感谢崔妈妈 崔妈妈 崔妈妈是谁呢 崔友兰 崔友兰妈妈 崔妈妈在机构里面 是干什么的呢 她是我们的妈妈 也是一位 就是春雨参集人的创始人 她同时也是一名参集人 崔妈妈妈创立了这个机构 然后把你们大家伙聚在一起 在这工作 生活 对 是不是 是 好 来 我们有请创始人 崔妈妈上场 你好 您好 来 有请 崔妈妈上来了 边上还有一位先生呢 那位先生是谁呀 你们三个 这是我们的杨爸爸 杨爸爸 对 那崔妈妈和杨爸爸是什么关系呀 也是夫妻关系 崔妈妈 您创办的春雨是 是的 当时是您自己创办的呢 还是跟你丈夫一起创办的呢 是在我丈夫的帮助下创办的 在你的帮助之下 你帮了多少助 你说我帮了多少 尽力而为吧 尽力而为 你觉得你付出的多 还是你太太付出的多 当然是我爱人付出的多 那你为啥不多付出点呢 他心疼我 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的观察员 就是有点激动吗 因为他看到你们都成双成对的 是吧 是哪壶不开要提那 这事知道就完了 这还要拿出来讨论一下 他说咱们俩能让你出来 你 你听出来管老师在说咱俩吧 听出来了 现在你还跟他一头吗 一头 对不对 现在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我跟管老师 谁更有一点水平啊 你 你大声说 麻烦你也高于水平 我知道了 为什么今天我们小董 跟王老师关系是这么好 希望你帮助他 给解决这个人问题呢 是不是 对 小董你放心 我就根据你们单位这情况 我就必须抓紧时间 在最短的时间 把你的个人问题解决了 你觉得怎么样 没问题 这问题听住了 虽然我想马上把你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呢 我问一下崔妈妈 咱们这个工作机构 现在有多少人呢 现在有58位 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呢 差不多 差不多啊 对 还是有机会的 知道吗 你跟他说 这事包在王老师身上了 你就别插嘴了 这事都在王老师身上 你就别插嘴了 对 刚才他们说了 自己在这个机构 主要是做一些 做纸袋啊 红纸盒 穿绳的工作 那他们做出来 这些纸袋子 是销往哪儿啊 在青岛有很多爱心企业 或者吧 他们的印刷品 就给我们做 我们也承接了一些 出口国外的一些包装 那就比如 现在这个手机袋 那这些孩子们 扎起来 做起来都非常自若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 但是孩子们都可以做 这样我们看一下 有一段视频 就看看这些年轻人 在机构是怎么工作的 一起来看看 这些纸袋 这些纸袋 大家好 我叫红红约 我今年26岁 回来春雨五年了 我学会了鞋带的 纸袋子 穿绳 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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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这三个姑娘 不约而同的都说 来到中心之后 她们学会了这个 学会了那个 也就是说 大家在刚来的时候 她们的工作能力和状态 还是可以说 接近零基础 当然 你可想一下 我们看起来简单的东西 可能对她们来讲 学起来需要时间 是吧 是的 我们春雨中心 这五十多个孩子 我为什么叫她孩子 其实她们长得已经成人 但是她们的心智 就跟五到十的小孩一样 动手能力 还有生活能力 都不是很好 那么来到春雨 我们要从零开始培养 她们来的时候 就是不敢讲话 不敢见人 脸上也没有表情 但是现在 春雨的孩子 每一个人脸上 都有了丰富的表情 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小董 她以前来到春雨之前 她是一个脾气特别暴躁 她的左手不是很方便 当我们教给她 学这个折纸袋的时候 她就整一个 就给我们撕碎一个 整一个就撕碎一个 撕碎了以后 就偷偷地扔掉 就是给我们造成了 很大的浪费 那现在 你再看看小董的变化 啥变化 我变化 现在学会了 穿上蝶子袋 我只和学会了 很多技能 所以妈妈说 你以前脾气挺大的 以前是个暴躁的脾气 以前为什么把纸袋 要扔在资楼里头 因为学不会 心里烦躁 心里烦躁 冲动 后来妈妈 有没有让你赔纸袋 没有 以前的撕就撕了 但是这补点钱 你同意不同意 同意 扣多少 一个袋子扣十块 一个袋子扣十块 那些都算出来 你们一个袋子 价值多少钱 一个袋子价值两三块钱吧 对 你看这些孩子 多闯亮 行了 看在这个份上 这十块钱让管老师出了 行 没问题 我在想 咱们这个春雨 石崔妈妈一手创建的 已经成立了多长时间了 已经成立五年了 为什么想到要创立 这样一个机构呢 也是在很多年以前 我曾经发生过工伤 我的左手 都是被 因为我刚注意到 被机器卷入 发生了一个事故 然后那个时候 我才二十六岁 突如其来的打劫 我接受不了 就是特别自备 不敢见人 前前就戴着厚厚的手套 就怕别人看到 也就是因为 我的这段经历 我创建了这个 印刷企业 有了已经的棋测以后 那么我在 世北参联 举办的一次招聘会上 我接触到了这些 智力障碍的特殊孩子 他们的生活状况 让我有着感同身受的 这种切腹之痛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决定想帮助这些孩子们 利用自己的企业 给孩子们 提供一个就业机会 那这个资金等于 一开始就是 完全是您个人来承担的吗 是的 是我令刷企业 自筹一部分资金 也特别感谢 青岛市参联 对残疾人出台的好政策 对我们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所以说真的是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 他们是幸运的 能够找到这样一个 像家一样的机构 没错 更重要的是 你像小董拯救了他 内心的那份不自信 那份焦躁 如果你不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去改变他 让他在家里头 自己改变自己 是不可能的 是的 他的脾气只会越来越暴躁 是的 现在小董回家 你爸爸妈妈 是不是很开心呢 是的 说 这个妈妈又表扬你了没有 你会怎么回答 崔妈妈表扬我 崔妈妈表扬了 你觉得崔妈妈脾气大呢 还是杨爸爸脾气大呢 两人脾气都不大 都很好 今天你们是来谢谢 崔妈妈和杨爸爸的 小董先来吧 行 好 大家好 我是董文祥 来到春雨 学会了许多工作技能 碟纸袋 穿绳 扶纸盒 每当我学会一样技能 我都非常开心 以前 我是个冲动暴躁的孩子 有时犯了病 躺在马路上 整天到处流浪 也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 现在我每天高高兴兴地上班 崔妈妈和老师们 耐心地开导我 鼓励我 帮助我改掉了许多坏习惯 我现在知道感恩了 我也可以成为一名 有价值的人了 我可以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了 崔妈妈 我十分感谢你 崔妈妈 你辛苦了 抱抱 崔妈妈 我的宝贝啊真是 真好 这讲得非常完整 这基本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总结啊 看到你的变化 看到你的剪辑进步 我真的是非常高兴 希望你努力地去改变自己 成为有价值的人 你现在就很棒了 很棒很棒 我会继续努力加油的 咱们再给小董一点奖声 小董讲得这么好 你两口子 有没有压力啊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啊 能不能先给我纸巾 我给个纸巾了 好 自从来到春雨以后 我学会了很多技能 每学会一样技能 我都会很开心 后来崔妈还请了 教各种技能的老师 教我们技能 2017年 崔妈妈还为我们 找了一个对象 我们俩现在过得很幸福 后来还让我去学了剪纸 烘焙 我现在也学会了做蛋糕 桃酥 蛋挞 以前在别的单位上班的时候 处处受人排挤 其实因为我干活慢 反应慢 我也没有朋友 变得很自卑 自从来到春雨以后 我变得开朗了 也爱笑了 结交了很多 特别要好的朋友 没有崔妈 就没有现在的我 崔妈你辛苦了 我们爱你 哎呀 哎呀 他现在春雨的小孩 都挺会表达 我也爱你 由衷地表达 是 该他对象了 他对象 来 小鹏你说几句吧 崔妈 我找到对象 说我媳妇 我很快乐 很幸福 我知道了 他主要是找到对象 快乐和幸福 他们俩共同提到 说是妈妈给牵线搭桥 让他俩最终走到了一级 真是随妈妈给撮合的 是 他们两个来到春雨以后 他们就工作上互相帮助 工作之余 他们两个也在一起讲话 经常地就互相鼓励 发现谁有脾气以后 只要另一位一出现 他的情绪马上就好了 那么我看到他们两个 这么投缘 我就和他的父母去沟通 然后在他们两个 就是资源的情况下 然后就策合成了一对 王磊是我们春雨的 工作小能手 他就不特别大 而且他学东西 学得也比较快 那他们两个结合 现在过得这么幸福 其实我看的 也是特别地高兴 所以崔妈妈是个细心人 不光给他们增强技能 而且注意他们 在交流当中的小细节 所以说春雨 真的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我知道今天几个小伙伴 结伴来到我们 向幸福出发的现场 要大声地感谢 他们心中最爱的崔妈妈 而此时此刻 崔妈妈也要感谢 您的爱人 是不是 是的 那么我也首先要感谢 这些孩子们 是这些孩子们的这种 渴望求学的这种眼神 一直也在鼓励着我 我也愿意帮助这些孩子们 那么我还要感谢 我的丈夫 也是你义无反顾地 支持我 干着像有意义的事业 这五十八个孩子 我把他们看成是 咱们自己的孩子 每天陪伴着他们 你对他们也疼爱有加 我是一名知己残疾人 可你也是一名强制性 脊植严患者 常年以药物 维持自己的身体 可你对我 对春雨的孩子 你忍着病痛在工作 从来没有这一声 老公 你辛苦了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拿着这个 崔妈 这是我们成余五十八个孩子 志愿者的帮助下 用自己缝制的悠悠 拼成的爱心送给你 表达我们对你的爱 崔妈 你辛苦了 我们爱你 正好借由今天你的生日 我们当场送给你 崔妈 生日快乐 谢谢 了不得 孩子们自己送给崔妈的礼物 大家没有注意到吧 这个花都是粘贴上去的 非常漂亮 这些年是得到了 很多爱心朋友的帮助 孩子们也特别幸福在一起 是 你看今天我们春雨 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代表 来到向幸福出发的舞台 能够感受到 几个小伙伴 他们特别放松 由此能够感受到 在崔妈妈 还有杨爸爸 还有各种 各位老师的带领之下 孩子们在春雨这个机构 他们得到了 怎样的一种关爱 那自己的技能增长了 心情也就要更好了 也一定会过上 更好的生活 你看人家小两口 这不是已经 幸福恩爱上了吗 小董你要加油 好吗 祝福你的明天更美好 谢谢 好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接下来就到了 我们用歌声 抒发心中情感的时刻了 在这个环节呢 我们也邀请专业的歌手 送给你们一首歌 歌的名字就叫 《亲爱的小孩》 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 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漂亮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 却找不到别人倾诉 聪明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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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 在风中寻找 从清晨到日暮 我亲爱的小孩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 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亲爱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马上要上场的 这位委托人 他可是一个热爱运动的小伙子 名字叫王立峰 欢迎他出场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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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福祖好 王姬姐好 你好 你看我说他爱运动吧 这就抱着篮球就上场了 这干嘛呢 对 好 好 好 谢谢 这刚刚是算个热身是吧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王老师名声在外 什么什么能闻能舞 是吧 文武上前 主要是文武上前 所以接下来立峰 你想王导配合你 做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跟王导比是深蹲 深蹲 深蹲 王导现在是健身达人 好像这一年多的时间了 知道 知道是吧 对 这还敢比深蹲 对 来 你先打个样吧 就是做什么样的动作 算一个 深蹲 这叫一个 那咱们怎么比 就是 是比谁做不了了 行不行 行 好 各就各位 好 准备 开始 是 王到底这样不行啊 真是的 怎么不行 你这偷懒吧 我怎么是偷懒呢 深蹲深蹲 在雨得深蹲下去 我都蹲到 把篮球都蹲在一块儿了 不行 这篮球得我拿着 你就是 一点都不上 一个单位的我发现 篮球没有了就有难度了 没有反弹力了 各就各位 准备深蹲 开始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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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是觉得实在累得不行了 就可以主动停下来 好 观众朋友 此时此刻 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 您可能在想 这难道是一个体育节目吗 错了 这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 向幸福出发的节目现场 我们的委托人 小王和观察员老王 正在比试深蹲 现在两个人不向上下 就看谁一直薄弱一点 将会先停下来 加油 加油 王导 王导你认输吧 我们小王说了 王导你认输吗 我没事吧 王导 没事吧 王导对不起 我也来掺一把 不好意思 天哪 当个观察员容易 这运动量怎么这大呢 几十个 四十多个 四十三个 哎呦 这小伙子一头汗 来擦擦汗 他都给我整成这样 你还给他擦汗 不是 确实 我太遗憾了 不是我在想 就刚刚这个比是 你说公不公平呢 小王你今年多大 二十七 二十七 老王您今年多大 七十二 虽然年龄上 确实是这个我们小王 好像有点欺负人了 但是大家也看出来了 小王身体的情况呢 是有一点这个不同的 你给大家说一下 有啥不同 你身体大概什么情况 我是生出来三天 因为发烧 得了脑瘫 四岁才不会说话 不会走路 嗯 我们都知道脑瘫患者 他尤其是在这个 行动控制力上面 是会受到很大影响的 所以说小王 能够刚才比如说运球啊 或者说做这种深蹲的训练啊 对他来讲是一个突破 不是 我就想问个问题 嗯 在小王上场之前 你那手卡上一定记录着 他有深蹲这个本事 嗯 你只告诉我 他出生的时候 出现了一点情况 我一想 那这种情况 别说深蹲了 就浅蹲他都蹲不下去啊 然后咔就给我整四十个 然后你得意的表情 因为我现在是有点 你知道不知道 我就送你四个字 我恨你 在这场上就没有人赢过我 你把我算毁了 但是其实呢 这王导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刚刚给你介绍 这小王的情况 是介绍了前面一半 但后边主要一半 没来得及说 你看这袋子 你就知道咋的事 我知道 小王来的时候 还给咱们带礼物了 这不是 这主要是给王导带的 王导您看一下 完了 您看一下 对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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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你这啥东西这么重 奖牌 重吧 啥奖牌 这个 不是你啥情况这是 对对对 小王说说这都是什么 项目得的奖牌 这些都是我在十岁开始 参加市里的参与会 读得了一些奖牌 什么项目呢都是 平静 有跑步 对吧 对 跳远 老管呀 我发现一句人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跑神老将 王立峰 关老师呀 跑神老将 关老师你害死我了 你就是这个奖牌 关老师啊 你不是这么多年了 你说咱关系也不错 不是 我刚才就是 没来得及说完 你就说赶紧开始吧 大伙瞅瞅 大伙瞅瞅 人家从十岁开始 就得这些奖牌了 别着急 你别着急 你瞅瞅瞅 还有呢 瞅瞅 我的天哪 像变魔术一样 这小小袋子里 就这么多奖牌来 我的天哪 你说他这么多奖牌 你让我跟他练深蹲哪 有几十个奖牌 对 小王你 刚才要是不停地深蹲 你能蹲多少个 一百个四少 这个东西啊 人真的是 千万不要逞能 告诉大家 一次次的经验教授 告诉我们 逞能 就会吃亏 交友要慎重 说实在的 我觉得 这一堆奖牌 对于小王来讲 他分量 我觉得是加倍的 是 因为 作为一个脑瘫朋友来讲 运动就是挑战了自己 最不擅长的 那个领域 是 你比赛的这些对手 有几个是跟你情况一样的 基本上没有 这些马拉松的 平时遇到的也不多 你跑马拉松是吧 对 全马还是半马 是从哪一年开始跑的 16年 半程是跑多远 21公里 他能跑21公里 你想想腿上劲儿多大 所以说像这种深蹲的训练 对他来讲是必须的 你现在看见我还能站着 明天早上起来是下不了床的 来 请坐 今天这个立峰来到 向幸福出发 刚刚给大家展示了你的能力了 是委托人 主要来感谢谁的呢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肯定是爸爸妈妈 在你一路的成长道路上 付出了很多很多 是不是 那这样 咱把爸爸妈妈请上来 一起来聊聊 好吗 好 来 有请王立峰的爸爸妈妈上场 你好 你好 老妈 两位好 您分别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放松一下 大家好 我是王立峰的爸爸 今年62岁了 大家好 我是王立峰的妈妈 今年57岁 在一家食堂烧饭的 我看王爸爸这时打扮 感觉您是不是更爱运动一些 前几年是运动的 后来就是这个关节 关节没生了 没生以后就是不能跑了 以前都是带他去跑步 刚刚小王自己说 他好像到几岁的时候都还不会讲话 那样一个其实比较严重的状态 是吧 对 那时候就是一岁都抬不起头 就是身上全是这样软软的 一岁还抬不起头了 软软的 对 两岁都不会做 到了三岁 他自己会开始慢慢的 一步一步下跌了 我们就用那个血布袋把它反起来 到了四岁的时候呢 我用那个三轮车 他在后面扶着 我在前面推 推了整整一年 到了五岁的时候呢 他自己慢慢的一步一步会走了 看到他一点一点的进步 我们那时候就有了希望 五岁那年他喊出了妈妈 我们每天要对他去康复治疗 还要用自行车 对着他到公园 站边 山边 发现到他 在能夺的地方 更愿意做康复训练动作 一见人就愿意训练 还要到很难走的地方去走 所以妈妈就发现了儿子这个特点 发现了这个特点 经常对他到会面去活动 接触会面的世界 现在儿子 你们最操心的事是什么 给他出个媳妇了 你最焦急的事是什么 就是想找个媳妇 所以说这个责任重大 我发现您最近 懒了很多给人介绍对象的活 是吧 吓得我都喘不过气来了 只要王长帮我介绍 我什么事都行 那我想问问小王 刚刚我们感受到了 你的运动的能力 非常优秀 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呢 做在一家福利企业当门外 这是你的主要工作 和收入来源是吧 对 那你是用业余时间去跑 去训练 对 小王有一大帮好朋友 听说要来向幸福出发的节目 也发来了很多祝福的话语 对 我们来看看一段视频 立方 听说你他家央视了向幸福出发 恭喜你 不过你也不够意思 才二十年的兄弟了 你也不带我一起玩 不管怎么样 小弟也祝福你 加油 你一直是那种 不屈服一命运积极向上的人 希望你在以后的道路上 越走越好 还有早点娶个老婆回来 加油哦 希望你继续努力 早就找到一个新你的女朋友 使生活更快乐 那是爸爸妈妈的对不对 对 好 请起立 谢谢 谢谢爸爸妈妈 只能没有放弃这样的我 反而还用更多的爱 更多的心血放在我身上 也谢谢你们对我的爱 我爱你们 非常不容易 坚强的小伙子 坚强的爸爸妈妈 四岁五岁还不会走 不会说话的王立峰 今天已经成了跑步达人 运动达人 这就是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 为你称赞的加油 祝福你 早日实现你的梦想 找到心仪的另一半 和你一起跑向未来 跑向幸福 好吗 谢谢 加油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用歌声 抒发心中的情感了 那么在这个环节呢 也邀请一位专业的歌唱演员 把一首歌曲 今天送给大家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请出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打赏 我得另一边 当可患下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幸福出发 今天这期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但说实话此时此刻我的思绪 依旧沉浸在那位能说会道的 这个丈夫和爸爸身上 似乎是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 当然 我们看到了一种人生态度 还是那句话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向幸福出发 下周再见 这是一个表达感恩的舞台 这是一条传递真情的纽带 平凡的人生演绎着不平凡的故事 见证幸福 分享触及心底的感动 用歌声传递真情 用故事感动你我 为爱心动向幸福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